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IPEVO Anonator 螢幕畫筆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事實上它的功能很多 各位老師您剛安裝完之後 你會發現 在左手邊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 對不對 有一個跑出來 那其實在右手邊實際上也有一個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一個 右手邊 右手邊這裡 所以有些時候我從右手邊比較方便 你就按這個箭頭 有沒有就可以打開 所以你的筆你可以從左手邊拿 也可以從右手邊拿 都可以 這是第一個它跟人家不一樣的 第二個 如果老師您有雙螢幕的話 執行這個軟體 稍微留意一下 它會問你 你的筆要怎麼樣 要在第一個螢幕或第二個螢幕出現 它會問你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單螢幕 所以它就直接執行 那這支筆 平常老師 一般大部分 簡報裡面有一支筆 可是 離開簡報之後有沒有筆 就沒有筆了 所以就很不方便 所以說我們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 我要講解這個內容的時候 我們要來這邊講解這個內容的時候 你看 我們在這裡 它主要有這四個功能 主要這四個功能 那 預設就是 進來在電腦模式 就是您就自由操作 那左手邊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進入畫筆模式 這叫白板模式 然後這個叫多個白板模式 那我們先看畫筆的模式 你把它點一下 點進來 有沒有 下面這邊是有它相關的屬性 就跑出來了 你的筆 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就這麼簡單 那用完了 你離開它 有沒有 可是呢 它有個好處 畫筆會留著 所以如果老師 你在講解過程裡面 您 要保留這個 就是您的筆跡的話 你可以像這樣就是 不用特別擦掉 你只要離開它 它會自動關掉 再回來 還在 還在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 我只是在這邊 可是我 比如說我畫面 要往下捲動一下 那我不想要回到這個 標準的這種 電腦操作模式 也可以怎麼樣 這裡有一隻滑鼠 有沒有 你只要進到這個 模式 就是等於說 我筆跡還在上面 可是我現在是可以操作的 對不對 像這樣我這樣就可以 還可以繼續操作 所以說 您在這邊 這個就比較特殊的 比較特殊的 當然筆的顏色 那個內容 您可以從這邊切換一下 可是你可能會發現 一進入這裡 哇糟糕 怎麼我們剛剛 我記得安裝的時候 是中文的 可是現在顯示是英文的 它有 那怎麼辦 您從右手邊這邊 如果您剛剛在這裡 這個地方 你找到這一隻 有沒有 在右下角那個工具列那裡 找到它 它 按右鍵 setting 它跑掉了 有沒有 這裡有繁體中文 這是第一個 你按一下 這上面馬上就變成中文的字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它其實也有錄影的功能 但是記得它預設沒有抓到麥克風 所以如果說您在這個上面這裡 有一個音訊 假設你要用 待會兒要用它錄影的功能的話 你要先確認一下你麥克風是哪一支 麥克風是哪一支 按下去當然有錄影就有聲音 這是它比較特殊一點的 那沒有問題 我們如果說這邊好了 你就可以把它怎麼樣 假設這邊不要 你就把它按掉 就全部都不見了 垃圾桶 這樣 還OK嗎 如果老師是屬於 懶得擦板擦的那一種 這支筆 我沒有看過其他軟體有 這個叫做 暫險墨水 嘿嘿 你把這個勾起來 我們看看 有沒有發現智慧慢慢消失 這樣老師我們不用擦板擦 寫完同學沒看到盯到的事情 沒有啦 它就自動消失了 就是說這樣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那它還有一個還蠻不錯的就是這個東西 如果老師要測驗一下同學有沒有認真上課 先把答案遮起來有沒有 剛剛那個簡報就先遮起來 它也有這樣的功能 不只是上架遮左右遮都可以 我真的沒有看過其他軟體有這種功能 然後呢這裡面呢 除了這一種也有聚光燈 怕同學上課不認真亂看有沒有 就告訴他 欸我們現在看這裡喔 我們現在是看這裡喔 對不對 這都是它蠻不錯的功能 那白板的部分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進入白板的 有沒有進入白板的 平常老師現在有沒有在寫版書 應該很少 因為你寫的要死 同學只有照相那個手機拿起來 然後他說 老師 車快點喔 快點快點快點 我已經在拍了喔 這樣有沒有很不公平 所以 我跟你講 老師如果真的版書不夠寫 尤其 老師叫微積分的 你可能那個運算式比較多 對不對 一個 等一下 我先暫顯墨水 先關掉 這裡 因為 一個版書 比如說老師你可能一個是題目 一個是解答 但是我不要讓他同時看到 你可以像這樣 你看現在第一個白板 白板 我再增加一個 有沒有第二個白板 第二個白板 那我隨時可以回到第一個白板 所以你有幾個白板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在寫那一篇 部落格文章的時候 我就給他玩 玩到七十幾個 軟體還可以用 那當然如果老師你寫了 同學想說老師 那個 我用拍的算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可以 老師自己做個紀錄也可以 這裡有匯出 你可以把老師寫下來的這個版書內容 把它匯出 變成圖檔 這樣就比較方便一點 好就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是 它在這個白板的部分 有比較 跟別人不一樣的 當然你也可以把 我們剪貼的內容 比如說我們這裡有剪貼 有沒有 這裡有剪貼 我的題目可能在這邊 我就先把它怎麼樣 做一個剪貼 把它複製到白板 你就可以選擇 不過我現在他沒有抓到那個 那這個沒有抓到那個畫面 沒關係 就是你也可以把拍照之後 再把它貼到那邊去 也可以把它貼到那邊去 所以這個他比較特殊 那麼呢 我們在這裡 剛剛有講的 它有錄影的功能對不對 在哪裡 在左下角這裡 這裡有個錄影 所以這個軟體 Mac上也可以用 那麼在PC端 錄下來是WMV 這個格式 微軟的 在Mac端錄下來是MOV 所以你點了一下錄 再點一下就停 他就打開給你看 他已經錄好了 有沒有 他已經錄下來了 就錄在這邊 但是要記得我剛剛講的 因為他預設那個 麥克風 音效那邊沒抓到 所以你一定要從哪裡 從右下角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設定 你一定要先到音訊這邊 把你的麥克風先選好 不然你會發現 就是錄起來 有音訊沒聲 所以如果你有設定好 那錄的時候就沒問題 所以這個小軟體 跟老師稍微分享 有機器 是那麽 那是 我們說 不用動 我們想要怎樣